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阳性的个案会更多 本土的病例有9例 那都在新北市 昨天的那个被确定病例的 老师的幼儿园里面 被验出来 其中有一位 是里面的幼儿的母亲 那其他8位是小朋友 那我相信这个案子 可能这个里面 阳性的案子可能会更多 因为在幼儿里面 密切接触 而且多人已经是确诊 那我相信这个案会更多 幼儿园好像晚上 也有做安亲班 那是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学生 那所以也请新北市 对晚上安亲班的人 也是一样 做居家隔离 那并裁剪 从今天起 7月9月7号 至9月20号 维持恶极警戒 好 来关心新北板桥的 这间幼儿园 现在疫情传出再扩大 这个老师呢 这个目前为止 CT值时期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呢 他传染给了这个家长 CT值是14 传染力是高得吓人 今天增加了新北市的 这9例当中 还包括8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让大家听到消息 都非常的担忧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这个幼儿园老师的足迹 这个老师呢 因为其实这个幼儿园 据说距离捷运的 新浦站是非常的接近 好 您可以看到老师呢 他不但去这个 从这个顶浦到新浦之间 经常搭捷运 而且呢 过程当中也包括 有坐了805公车 有这个游泳池站 等等 也去过这个板桥的 环球贡务中心 足迹一公布 那么大家都是心惊胆战 尤其是 不是才刚刚收了 110万封的 这个叫做细胞减税 那是另外是北科复工 好 看起来最近疫情 似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让不少人都很担心说 不是才开学六天吗 会不会很快又要停课了呢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板桥 幼儿园的疫情 持续扩大中 陈时中部长告诉大家说 这个老师其实8月27号 就已经有症状了 可是他还继续上课 目前匡列裁检 已经至少超过了100人 而且阳性率60% 恐怕已经酿成了 好几波的感染 明天确诊人数恐怕会更多 而且还不知道 就病毒从何而来呢 好 网友呢 现在是在蔡总统的脸书 留言怒吼说 把边境管好好吗 因为除了刚刚提到的 幼儿园破口之外呢 鸡尸先前在8月28号 就有突破性的感染发生了 而今天确定的是 这三名鸡尸感染的 全都是Delta变种病毒 而且还是两株不一样的 Delta变种病毒 立文啊 现在老百姓该怎么办 我们真的能够 不再担心Delta入侵社区吗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大家又很担心 又是一个不安宁 没有办法放心的中秋节 先是鸡尸又出现了一个破口 然后幼儿园这边又出现了 不明的隐形感染链 而且小朋友感染了 真的是让所有的人 都非常非常的烦恼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Delta病毒在国际边缘虎视眈眈 没想到北市却接连传出 有个案是在解割后才被通知是Delta病毒 按159448月11号入境 隔一天确诊 直到8月20CT值是26 也是完整隔离17天 直到8月31才被中央定序是Delta病毒 北市紧急召回隔离又演出阳性 但人已经出去啪啪造三天 难道全是因为中央定序太慢 就在于我们检验报告出得太慢嘛 这就是我们这次长荣机师感染爆发事件的源头 他如果能够早点出来 当场就出来 这个医师还会到处去爬爬罩吗 17天你都没有办法定序出来吗 我们的检验所的能量难道真的这么不足吗 比那个开发中国家还要不如吗 其实再次看到我们实在是SOP中间 还是非常多的漏洞跟破绽 不要什么东西都要校正回归 而这段落差很可能就是病毒入侵的一个空隙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了 因为捷克再度要来送我们疫苗 那这个蔡总统就在他的脸书里头说 谢谢波兰 对不起是波兰 谢谢波兰 结果没有想到网友就乍翻了 那么这个蔡英文又说了 我们这是透过公私协力争取BNT 因为大家都想打BNT嘛 政府一定会尽速的完成检验 提供民众施打 但是网友领情吗 网友已经不领情了 你这样的话讲过太多次了 大家已经听不下去了 所以下面网友的留言通通乍翻了 就说请你管好边境好吗 三加十一的教训还不够吗 你现在想要割到尾 想要来当时挡BNT挡了那么久 现在BNT进来你要挡割到尾 可是三加十一的破口 你们不但没有人负责 没有人究责 没有人检讨 现在又出现了机师的破口 网友当然受不了了 有人就说留口饭给老百姓生活好吗 你就干脆全民一致隔离14天 那么我也有说 你一定要搞特权吗 一定要挤加挤挤加挤 大家头都晕了 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陈时中就说了 9月3号会即刻的实施5加9 但是你为什么拖拖拉拉本来是要到9月15号 你才要加盐措施 感觉上陈时中好像永远学不会教训 永远就是吊儿郎当慢斑胎 无所谓 老神在在 让我们真的觉得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 我们已经吃了这么多亏 牺牲这么多条人命了 为什么罗斯还是这么松呢 好了 我们这一次看到机师是因为完整接种了两剂疫苗 所以进行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这样子够吗 我们来看到这两例染疫的医师 他们其实入境的时候就采养 检疫已经起满了以后 放出来了以后没有想到31号才发现说 不得了啦 定序是Delta 又赶快把它召回去隔离 为什么刚刚已经有专家讲过了 你要定序要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这么没有效率 你明明知道就是说现在定序 我们面对Delta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老是没有办法超前部署 好啦 那如果你知道说要17天定序才会出来 你为什么29号就检疫期满把它放出来呢 那它现在采阳不是90%以上一定是Delta吗 这样子的SOP你们也能够接受 简直就是昏均 这个官也做得太昏庸了吧 然后呢我们看16120 他从芝加哥回苗栗之后就发病了 没有想到他还继续刷刷吃烧烤爬爬灶 然后就飞到里斯本去了 也没有确实填写健康声明书 因为打了两剂疫苗就太过世了 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放松了 随便了 应付了 结果呢三个机师验出来全部都是Delta 已经讲过多少次的突破性感染了 为什么警觉性都没有也就罢了 连基本的SOP都没有 还要懵混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医师讲了 自主健康管理等于没有管理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机师不是就到处全台湾啪啪走了吗 相信他们有用吗 他们自己有因为之前的3加11破口 而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吗 通通都没有 管理的人也落产 然后自己本身机师是高风险群 也这么无所谓 那真的是台湾人才会面临今天又有Delta疫苗入侵了 另外一个也让大家非常忧心 就是新北幼儿园的这件事情 小朋友染疫家长真的也要被隔离了 不是吗 而且心里面都非常的担心 才刚开学没多久 感染源是不明的 怎么办呢 陈时中还说阳性的案例可能会更多 所以大家就是皮绷紧了 皮皮削削在等了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通通都没有疫苗 你看看人家以色列 以色列930万人里头 已经有250万人要完成第三剂 两剂几乎都已经全部打好打满了 现在有250万人要完成三剂了 政府还要民众准备第四剂 奇怪了他们怎么永远不缺疫苗呢 他们都没有到货的问题呢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打几剂就几剂就有呢 台湾不是要学以色列吗 光是这一点你就差人家差太多了吧 再看看韩国 韩国陆陆续续你看 8月23号 9月2号 9月3号 9月5号 9月6号 几乎天天都有疫苗来到 结果呢 因为莫德纳所承诺的701万剂 只到了 不是只到了 到了675.9万剂 这如果在台湾的话 哇 这个政府早就出来大内宣说 政府好棒棒了 可是呢 还差20几万剂没有到 才20几万剂哦 韩国的民众就已经骂翻了 就觉得这个政府无能要下台了 所以你看 韩国的民风真的票汉很多啊 难道台湾的老百姓就比较容易相信政府吗 但是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跳票率 大家还能够相信的下去吗 看看中华民国吧 看看我们台湾 台湾呢 打的比例最高的是什么 没有错 答案就是第二类官员 现在全台湾有打两季的 也不过才4% 好可怜的数字哦 不到5%耶 可是第二类的官员已经打了多少 45%了耶 将近一半耶 当第二类官员真的是命真好啊 我们真的是太羡慕了 连一季都打不到的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前疾管局的局长施文宜也跳出来了 他说 看不下去啦 第二类搞得乱七八糟 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防疫官员 有没有 待过疾管局 当过疾管局长的人都跳出来说看不下去 哪里来了那么多防疫官员啊 结果呢 救命疫苗变成了人情疫苗 BNT到后啦 忽然又是年轻人先打 逻辑永远不一致 不该让混打变成特权 然后呢 也不是因为科学根据可以混打 而是因为第二类很多人第一季打了AZ 所以现在开放给他们混打 因为大家都想打BNT 但是奇怪了 这些人就是没有人要打高端啊 三名机师遭到了突破性的感染 那么现在指揮中心说 要把飞过芝加哥航线的机组员 通通都送集中检疫 但是呢 竟然发尿布给大家引发争议 就是长榮的机组员 因为他们的家人有表示说 他们入住的这个检疫所环境比较脏乱一些 还有这个蜘蛛啦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他们在从台北到可能其他地方的检疫所的时候 这个途中是不能上厕所 才是现场是直接发这个止尿布的部分 这些是预防说万一你塞车的时候 那路途又遥远 那没有休息站 那都是一些不得已的方法 就如同有时候我们过年要回南部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尿布起来 要回南部要开那个高速公路 派说塞车塞太久 那就是以防万一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来使用的 并不是规定一定要这样子用 一些地方没有清掃好 我们很抱歉 不过也可以自己稍微清掃一下 我想环境的卫生也是自己要去顾的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些因为去派飞过芝加哥 因此就被送去集中检疫所的机组人员 他们就出来说 怎么会给我们这样子的待遇呢 难道是不让我们上厕所吗 每一个人发一片止尿布是怎么一回事啊 被挨轰说是连基本的人权都不顾了吗 好 陈时中部长怎么解释 他说我们没有规定不能够上厕所 是为了防范塞车路途遥远嘛 很多人过年塞车的时候也会以防万一啊 郭正亮就跳出来说 怎么会先想到尿布我也想不通啊 比尿布重要的事情还多得很啊 另外呢 有机组人员被送到了 龟山隔离检疫所 看到这个环境也是快要昏倒了 有昆虫的尸体 然后呢 水龙头呢 也是非常的污秽 还生锈了 好 陈时中部长就说 其实呢 被送进去之后 发现环境脏蛋可以自己扫一下啊 环境的卫生也是要自己顾啊 所以这机组人员真的是觉得说 天哪 突然一下把我们通通都送到 这个集中检疫 然后是给我们这样子的环境吗 有空服员的男友看不下去 就跳出来爆料了 他说你看哦 疫情之前呢 大方采用外来的疫苗的话 现在还会有疫苗不足的情况吗 政治立场啊 是远远优先于国人的健康安全 而且严格限制企业采购疫苗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国外接种了两剂疫苗之后 仍然染疫的这个情况是很多的 而国内多少人连第一剂都还没有达到 疫苗在哪里呢 政治早就已经超过了专业判断了 而猎物啊这个是挥正义的旗帜 难道把这个机组人员全部关起来 疫情就没事了吗 好所以呢这个机组员的这个家人啦 亲朋好友啦 都帮他们抱不平啊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了 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人就说 就是你们啦 机组人员不遵守防疫的规范 你们是防疫的破口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机师工会跳出来告诉大家 早在三月份 他们已经提醒了指挥中心说 欧美的机场因为陆陆续续 他们都打过疫苗了 所以防疫都已经降级了 在欧美碰到很多的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没有戴口罩啊 因此啊请指挥中心在机组员的 检疫天数啊 没有满的没有满的时候呢 不要让他们再去派飞了 因为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嘛 而这一个很良慎的建议 指挥中心却没有采纳 结果现在出现破口 回过头来要责罚跟责骂这些机组人员吗 我们的指挥中心呢 永远不会听别人的话 他们所邀请的专家专家们呢 也都是非常的固执 平常讲我们现在回想 今天是九月六号 我们在在四个月前 就是大概在五月十号 那时候我们我跟利文 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针对诺富特的破口 后来又隔了两天 是针对三加一的破口 真的没有学会吗 我们台湾在台北啊 或者全台湾管得真的很严 剩下大家知道就是在边境嘛 边境海防 三加十一跟诺富特来到 你们没有学会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把它推给七组员 我觉得没什么道理 这是非芝加哥的就是货机了 我们长荣没有持飞到 那个客机到那里 那个货机他在那边一定会休息嘛 去住饭店 或是上他的公共设施 就非常可能 那你要针对这些人 就提出你们管理的方法嘛 这个时候你去怪哪个机组员 我觉得什么 也实在是在推卸责任 在甩锅了 三加十一 我们在立法院到现在还在追他 追他他想说 那个陈思忠马上要开一队 这个不是破口 他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那我们就只问你一句话 那当时五月份的破口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破口大家 这是飞行员从国外带回来的 那难道当时不就是 类似一样的状况吗 他们永远没有错 陈思忠永远没有错 他也不会犯错 错都是你们的错 刚才大家讲的这个尿布 大家都已经上车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发给你一个尿布 你怎么换啊 请你跟我讲 你怎么换啊 你如果说你真正有一个 很好的想法 很好的做法 你在上车之前说 可能会塞车 可能路途遥远 从台北要送到台中 所以说请你介意 你是不是先换一下 然后检疫所 因为去年大陆开始做得很好 方舱医院 很多国家也在学 或者是我们提到 你不喜欢方舱没有关系 用野战医院的这种概念 结果他就是他 他行他素 他行他素 你又没有能力 搞到里面一团张乱 这种检疫所 你当然在让检疫人要入住之前 你当然要把环境整理好 该修的修 该打扫的打扫 这时候你们就应该要自个做 如果说按照陈生中的逻辑 连我们的真我们都应该要自己去找 非常的固执 去年林权他们的东洋的三千万 如果有的话 没有书信立委 这些事情我们早都打完了 他居然想说他不后悔 我们有这样子的指挥官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要跟各位报告 五月份到现在 光无薪价的将近有六万人 所得比以前公司比原少的 至少超过一百万人 这就是陈生中给我们的 好 事实上呢 其实这三例突破性感染的基石 在今天确定全部都感染是 Delta变种病毒了 但他们明明是完整接种了 两剂的疫苗 为什么还是会被突破性感染呢 打了疫苗之后就一定会有抗体吗 好 基石工会告诉大家 原来先前是有配套措施的 他们打完了两剂疫苗之后呢 会帮这些基石做抗体的监测 来确认他们体内有抗体 有抗体的人呢 才会派飞长途的这个航班 不过指挥中心呢 突然一下一纸公文 在9月3号开始 取消了这每三个月 检验抗体的这个政策 好 那么张上海纯医师呢 有解释 他说因为有极少数的人 打过疫苗是没有产生抗体 这个数字太少了 因此认为呢 抗体的监测是没有意义的 就取消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汉体议员 所以说这个难道说 因为有少 这个只有很少的人 打完了疫苗之后 不会有抗体 就不做监测 然后就给让他们 这个自主健康管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做了千人抗体监测 结果有七个人 没有产生抗体反应 证明监测是有用的啊 否则你就找不到这七个人 你就不知道 如何保护这七个人 如何针对这七个人 做后续的加强 或者是补偿的措施 那既然有用 为什么你不检验呢 指挥中心讲说 哎呀我们要改打第三剂 那首先 你哪来那么多的疫苗 而且呢 是现在说 我们要帮机师 多打一些疫苗 那么过去曾经说 哎呦 先帮机师打疫苗 会成为国际笑话的 这个国际笑柄 怎么还有脸 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成为我们指挥中心 所要征询的专家呢 就是过去这一些造成 台湾防疫破口罩 台湾疫情大崩的 这一些所谓人士 这一些生物 怎么还有脸 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来指挥 来防疫这件事情呢 第二个 那假设说 好我们真的帮所有机师 都打了第三剂 那为什么不用继续验 因为如果说抗体没产生呢 那万一说 他抗体消退的速度很快呢 万一有人 他前两剂都有抗体 他到了第三剂没抗体 那你怎么知道 正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才干嘛 所以才要应该验啊 因此他说 哎呀这个 抓到七个人 以后都不用 这完全就是假道理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假道理 台湾其实现况 有厂商是能够生产 就是你打完疫苗之后的 抗体的这种快筛试剂 但是呢 这个世纪不准卖 只能够卖到海外 为什么呢 因为像现在台湾 很多人打完疫苗之后 也很好奇自己有没有抗体啊 有人觉得 打完疫苗怎么 好像都没什么感觉 跟蔡英文一样 那并不是说 你打完高端没感觉 是因为你之后 就再也感觉不到 不是 就大家很担心 到底有没有效 所以也很想去买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卫福部不准卖 为什么卫福部现在要求 为什么指挥中心要求说 机师你之后 也不要再去做抗体监测啊 那万一打的是高端 监测出来没抗体 不是很丢脸吗 那怕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那人人都想去测 那每一个都说 我打完之后 我怎么都没啥效果啊 那一定就会乱 那指挥中心 不希望看到这种乱 指挥中心 也不希望看到高端 再度被打脸 所以干脆机师的这个 也取消了 就不要让机师 成为监测抗体的第一道线 所以把机师这件事也取消 大家自然而然 也就不会想要再去仿效 就能够把这件事情 彻底的防堵下来 但防堵这件事情之后 最关键 那你还是防堵不了疫情啊 如果民进党拿着去 挡郭台铭BNT的利器 拿来挡疫苗 拿来挡病毒的话 台湾或许也就 不会有这么多的破口 那再来最关键的 我认为是 其实因为现在 我们没有这种 健康码的制度嘛 否则像是那些 明明应该要在隔离间 或明明应该要在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他如果手机师有个健康码 到哪边 到处都是黄码的话 烧烤店根本就不应该 让他进来 每个地方都不应该 让他进来 正因为没有这一种机制 所以每一个所谓的 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本来就难以落实 那指挥中心又如何 再用这种要求 去要求所有的机组人员呢 对 所以你看现在大家 我相信全台湾很多人 正在祈祷上天 希望这个新北幼儿园 千万不要是 Delta变种病毒啊 好 先前呢 就是因为已经知道 机师家庭感染的 很有可能是 Delta变种病毒 所以呢 北科复工是直接 全校都已经停课了 果然现在验出来呢 好 就是Delta了 好 所以指挥中心呢 就发布了110万封的 细胞简讯 是史上最大规模 很多没有去过桃园的人 都收到简讯 立刻引发了大恐慌 双北地区啦 桃园的医院啦 是民众挤爆了筛检站啊 会不会变成另类的群聚呢 民众也批评说啊 其实呢 这个根本就没有写明足迹 很担忧说 那到底要不要去筛检呢 陈时中部长解释说 我们只是拉高规格发送简讯 不是你收到简讯就要去裁剪 我们要请教一下高委员 如果说只是要让民众 提高警觉的话 那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提醒大家不就足够了吗 为什么要发这么多的简讯呢 那这样的简讯会不会造成 恐怖的筛检的群聚呢 其实110万 确实会引起蛮大的恐慌 因为台湾也才2300万人 所以平均可能20个人 就收到一个简讯 而且很多可能家庭纠纷 这个互相会怀疑说 你是去过哪里 怎么会收到简讯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指挥中心 虽然说是高规格的去发送 可是横跨七个县市 可能只要有一点点沾到边的 都发送 问题是现在这个Delta疫情 这么混乱的状况之下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提高警觉 不是只有收到简讯的人 所以你这样子发 其实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今天 包括双北全台湾的这个 只要是PCR检验的 全部都挤爆 人数多了一倍多 那很多人收到简讯之后 当然会非常的紧张 而且可能公司或是等等 也会要求说 你要赶快去检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检验人数增加 其实对于整个医疗负担也是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是随时都应该要非常的警觉 而不是只有这110万人 那我是觉得说 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台湾还算是安全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今天又爆出这个 新北幼儿园的事件之后 很多的这种所谓无症状 或者是潜伏在社区之中的 这个传染源 没有出来之前 其实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光看这个数字 今天这个幼儿园 是今天中午才出来的 所以原本大家可能以为说 今天本来本土没有新增案例 就突然中午拖出了 这个九名的案例之后 其实大家也吓了一跳 那接下来包括学校啊 还有幼儿园等等 这些是不是开始施打BNT 那幼儿园的学生其实是没有 小朋友是没有疫苗可以打的 所以反而也会造成家长的恐慌 这可能是下一步 我们要特别去关注 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这个疫情 小朋友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这次一口气 大部分都集中在小朋友身上 其实对我们在这个 幼儿园的这个相关的群聚啊 或者是教育各方面 可能要更去警觉 因为包括说 现在很多的安亲班幼儿园都是疫情 尤其这个幼儿园也是 所以这个状况可能会比想象中更复杂 所以我是觉得说 到目前为止这样子的状况 可能是在台湾这个社区里面 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些传染源 是我们还没有检验出来 或还没有发现的 所以大家都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周六国民党主席的辩论会 在会后的民调数据 让不少人吓一跳 因为张亚中一军突起 原本并没有被看好 也没有派系奥远的张亚中 他在两岸议题 以及对1450抹红的问题上 直求对决 是不是也鼓舞了不少的 来营支持者的军心呢 我们来听他当时怎么说 如果我当选党主席 我就会跟北京进行协商 通过以后 我会拿回台湾来 交给我们所有党员公投 公投通过以后 这就是本党的政策 我们用它来跟民进党 在2024年进行一场要和平 还是要战争的抉择 两岸关系是重中之重 2005年的联胡会 创造马政府时期的和平稳定 也为台湾的国际参与 跟经贸发展 开放很大的空间 想请问四位 现在两岸关系如此的严峻 那四位当党主席 有没有勇气去抗拒被抹红的压力 以国人为念 立即重启跟大陆的交流 而且就是说亲自率队 去大陆拜会中共的领导人 积极来化解两岸的紧张关系 各位 谁最喜欢相互敌对 民进党最喜欢两岸敌对 越敌对越深 对民进党的台独 或者分离主义越有利 再加上什么 越敌对的话 国民党就被压在地上踩 国民党如果不去解决两岸的敌对 永远被民进党压着打 可是我们看看我们国民党高层 做了什么 九二共事就是一中各表 讲完以后 我们要促进两岸的交流 经济的交流很快 政治刹车 各位 一部车子 一个轮子转 转得很快 一个轮子刹住 请问翻不翻车 当然翻车嘛 我如果当选 我当然到北京去 我身边站的是我们的退休的外交部长 陆委会主委 国防部长 国安会秘书长 我们拿我们的方案跟北京谈 如果台湾回来以后 我会告诉北京 我没有执政 我没有行政权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我们在2020年赢得执政 这就是两岸和平协议就可以签 告诉各位 两岸关系是重中之重 和平 国民党不能够因为在野 而拒绝 国民党在野 还是可以为台湾老百姓做很多事情 两岸和平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 要有方法 国民党主席辩论会结束之后 媒体立刻在社群上 针对谁的表现比较好 来展开网络的民意调查 出人意料之外 张亚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而原本最被看好的朱立伦 则落居第三名 票数还不到张亚中的三分之一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婷 你怎么观察这个网络的现象 为什么张亚中突然一下 在网络上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当然因为张亚中老师本身理念正确 直球对决 他自己的渲染跟传播能力很强 加上有战斗力 那因此会获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那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支持和欣赏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他其实是选不上的 这就像唐吉柯德一样 他是具有悲剧英雄的这样的命运和戏剧性 大家都知道他很努力 大家都知道他用行动来落实自己的主张和理念 身体力行掏出家产为了救党救国救两岸 但是他就是选不上 所以既然知道你选不上 那么表达一点支持又何妨呢 就大家也都知道未来当选的一个朱立伦胜算比较大 再来江启臣 那总而言之就不会是张亚中 所以把这边当成是聆听或了解 以及尊重张亚中老师他的这些理念跟主张 那因为他讲的东西 其实蓝营的大多数选民也是觉得大部分是可以接受的 觉得这种两岸的主张是比较符合 可能更多深蓝或者是黄复兴 大家心中所向往未来两岸关系的一个开展式 甚至是棋手式 当然就对张老师有更多的一个期待 但是回过头来讲 就我个人认为像是四位候选人 虽然嘴巴上讲的都是支持九二共识 但当然因为四位还是有些微的落差 那像张老师就是比较捅 那江主席和朱主席就是没那么捅 那么左伯源就是打一桶酱油的那种捅 那很闲 所以这是什么状况呢 就每一位都在讲说 我们一定都最能够跟大陆沟通 我也可以跟大陆沟通 我也可以跟大陆沟通 但是你们要想一想 就是那大陆有没有想要跟你们沟通 我觉得这是挺关键的 就凭啥你说恢复交流就恢复交流 这就好像有几个兄弟在比赛 比赛什么呢 比赛说谁最能追到哈尼克兹 谁最能当哈尼克兹的老公 那你们几个比赛比半天没有用 因为人家哈尼克兹可能喜欢的是侯汉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讲政见 其实也要比较实事求是 那么大家虽然听了很开心 然而张校场如果真的要当上国民党主席 其实还是有很多实际落实 比如在明年大选 各种的布局 有很多比较至爱难行的地方 但正因为如此才会增加了 大家对他的一些支持跟喜爱 不过这个民调 有没有还是有值得参考的部分 比方说这是不是代表国民党的支持者 希望国民党更硬 硬起来 然后再来是不是要把两岸的论述 讲得更清楚 那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 大家都应该说 支持张亚中的这些网民们 或以及投票的人 本来就是比较欣赏 不仅是张老师的个人 以及是他能够把两岸的关系 定位讲得比较清楚 那么这些人在过往 通常也就是比较被归类在 会觉得国民党比较软弱的人 会比较希望具有战斗力的人 能够出来带领整个党主席 然后实际上就是战斗力 或者是演讲 或者是宣传 跟实际上在做选举上的操盘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所以虽然想要是想要 但实际上还是两回事 好 不过今天张亚中又有动作 他率重到民进党中央前 做事用关刀三度砍向了民进党中央 他表示民进党天天制造仇恨 让两岸跨要打起来 不是温神是什么 他要送温神 唯有把两岸和平搞定 我们透过两岸的政治对话 我们来讨论两岸国际参与的问题 各位这才是根本的解决问题 所以说要让我们的年轻人 要基本上有很好的事业 很好的未来 很好的环境 关键在于什么 我们台湾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像民进党这种 天天制造两岸仇恨 两岸之间要快打仗 请问一下你们的男朋友 你希望他打仗吗 你们的儿子你希望他上战场吗 我告诉你 民进党真的是对不起台湾老百姓 把别人家的儿子当什么样 可恨啊 非常可恶啊 今天一个要挑起两岸仇恨的政党 你不是温神你是什么 你不是温神你又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把他送走 我们送走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光明的一个未来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今天我相信有不少的国民党支持者 其实是很喜欢像这样子 很硬汉的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说 在这个辩论会上 及时的民调 张阿宗的数字是一军突起 最主要是看到底下留言 很多人在谈说 像是朱立伦 江启臣 好像都只会谈到社会交流 增加互信等等 只有张阿宗是很明确的点出说 国民党如果不解决两岸敌对的问题 恐怕会永远被民进党给压着打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来加强 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呢 不要让好像很多的支持者 觉得说在党面对九二共识 或者是两岸如何走下去 好像总是闪闪躲躲 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 其实刚刚汉庭讲得很好 我觉得刚刚汉庭讲的话 让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 年轻人真的变得很成熟了 那我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刚刚说汉庭讲得很好 他刚讲的 其实我非常的同意 就是说亚中兄他非常的有热忱 那么他是一个学者 他口才也非常好 所以当然他有一定的煽动力 他讲的理念 大致上大家也都觉得很认同 但问题是说事情有像他说的 这么的简单吗 我必须讲 因为毕竟亚中他还是一个学者 他的两岸主张 从以前的一中二线 到最近的一中三线 我一直都有很认真的在看 但问题是说他讲了这么多年 北京有真的很严肃的 或者是说给他任何正面的回应吗 那回到九二共识 国民党要当国民党党主席的人 不可能不支持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把两岸的论述 讲得很清楚很大声 我要问 韩国瑜讲得还不够清楚吗 韩国瑜的立场不够鲜明吗 韩国瑜的口才也不舒张亚中啊 但为什么大选输掉了 所以选举是很复杂的 那亚中兄讲了这么多 口才这么好 他有因为他讲完了以后 他也讲很多年了 所以年轻人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不再相信民进党了吗 也没有 我们马上面对了台中的罢免 我们马上面对年底的公投 我们马上面对明年的大选 现在在台湾民主社会 选赢才是硬道理 这不是演讲比赛 不是比赛谁口才好 我告诉你蔡英文口才有够烂了 如果演讲比赛 他一定讲书 他一定讲书韩国瑜啊 他为什么选赢了 要选赢才能够讲话 老共为什么要理你 你现在选上了党主席 你就带队去北京 老共会理你吗 你要去跟他签什么两岸协定 然后回来才要让党员知道 这个程序好像有点倒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学者的理想性很高 但今天要面对的是非常硬的硬仗啊 不是敢去民进党 党中央前面叫嚣就可以选赢的 但我也必须回过头来说 我必须讲 亚中兄就像国民党类的鸟鱼 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 才不会死气沉沉 但也不能只有碾鱼啊 所以今天 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国民党要硬起来 国民党要打赢选战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团结啦 所以我觉得 张亚中或许激起了一些部分 难赢的人的热情 但问题是说 回到现实 怎么样 谁才能够带国民党打赢选战 国民党怎么样能够赢 对岸也才会把你当回事啦 不然现在国民党谁去都没有用啦 你认为北京有把国民党当回事吗 你真的打赢选战了以后 没有人敢不把你当回事 不止北京还有华盛顿呢 还有东京呢 费委员怎么看 立文跟这个汉廷刚才讲的 其实都很多人的想法 他之所以我猜有一些民调 很多人支持他 就是因为 网络底下的留言 很多人都说 比方说就是认识 类似认为说这个江主席啦 朱前主席啦 是不是太软弱了 还有就是说两岸的论述 好像闪闪躲躲 我觉得是很多人听的是爽 但是选战 我看像举例 党主席马上要面对着 12月18号的公投的选举 马上面临着明年上半年的 县市长市议员 地方上的选举的处理 所以说两岸是国民党的重中之重 但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我在想一个演讲比赛 我相信我会投给张亚中 因为辩论的技巧很好 立文刚才讲的 我当了将近快30年民意代表 我们也去过大陆几次 大陆看今天谁执政我跟你谈 如果说你不执政的话 你讲的 你讲的 大陆好像也没什么回忆嘛 剩下就是 我们如何让选民能够感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张亚中在这一部分会让人 很多人爱听的 我很爽 尤其是觉得民那很up的那些人 这一点我也很支持 两岸的问题 我是觉得 从我当政策会执行长到现在 我觉得需要谈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方式谈 大家用开研讨会的 互相的谈 什么方法是大家要的 什么方法是大家觉得是可行的 doable 英文叫doable 不doable的东西 你讲的再好听也没有用 所以我建议 国民党这个四位党主席 不妨在下个礼拜 大家纯粹就是谈两岸问题 找学者专家来提问 甚至互相的辩论 很多的东西辩论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知道 你的理论大陆先不接受 你的理论选民先不接受 你的理论在国民党有没有市场 我是觉得 如果说真的要辩论两岸问题 从我今年年初当政策委执行长 就是所谓的党兵 我一直觉得两岸问题需要辩论 所以会有吗 会有下一场辩论吗 我不晓得 这个礼拜三 他们只知道国民党的中常会 每个人做二十分钟的证件发表 但是不是辩论 但我建议 我会 我礼拜三我也会去 我会建议我们的秘书长 搞一场两岸的辩论 高委员 朱主席说 为什么张亚中的支持度这么高 是因为绿营跟1450帮他灌票 你怎么看 说实话绿营没有在关心国民党 这场党主席选举 这场选举说实话 真的关心的人真的很少 那除了国民党自家人 在这个自己自嗨之外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些候选人 其实说实话他们的论述 换汤不换药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心意 那对于大家所期待 国民党的改革 也没有听到 或者是刚刚所说 两岸路线的辩论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提出什么新的论述 所以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社会上多数的人 比较关心疫情 倒是对于国民党的未来 当党主这个部分 其实真的关心的人非常少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退销的原警 在网络爆料说 他担任警察期间 拦减了某一个知名的人物的儿子 闯红灯 对方呛下说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之后他开了罚单 但是竟然反而被记了两支申戒 然后很多人就认为说 因为从他底下的hashtag 认为他在影射的人是谢长廷 不过谢长廷回应说 这个是个假新闻 如果提得出证据的话 他就要下台耶 李文 我觉得当然 他家里面的这个小孩 的确也带给谢长廷不少的困扰 所以现在呢 好像我的记忆当中 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了 不过谢维州 他的荒腔走板的行径 的确让人非常的头痛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一名退警作家脸书踢爆 今天前盘查今夜 有回来下一辆闯红灯的名车 驾驶是名年轻男子 当时要对方出示证件 没想到男子开口就唱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远景不理会 在要求拿驾照 没想到男子进大后 莫名其妙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爸是谁 远景淡定的说 你可能要回家问你妈 或去医院验DNA 但没多久 竟然接到分局长电话 披头就问 刚刚是不是拦车开红单 痛嘛 你不知道他爸是行政院长 还开他罚单 隔天远景 就被以态度不加计两只身剑 让人直接联想到耍特权的 难道是谢长廷跟儿子谢维州 不过谢长廷则留言喊告 说是假消息 如果有证据 他就下台道歉 谢维州也发声明驳斥 影社续述毁人轻欲 相当不道德 北市警局则说 这名远景2007年 才调到北市警局 但谢长廷当行政院长 是2005年到06年 时间都不拢 还要调查 之前坚称 台湾跟日本一样排放合肺水 也被蓝军控告放假消息 如今主客异位 谢长廷成了风暴主角 反过来骂别人造假 要提告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是 这个事情又被变成 拿出来吵的新闻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退警 他回想到当年 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所以就在他的脸书上面 写了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位退休的警察呢 他说他曾经蓝查过 一名闯红灯的驾驶 那很严重啦 结果没有想到对方呛他说 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谁啊 那他就说 那你回家问你妈 我怎么 难道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爸是谁吗 我警察也蛮有幽默感的啦 或者是你去这个医院 验个DNA嘛 不然你是不是 那没有想到 原来啊 他从长官那边听到说 哎呦 原来他父亲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长 在这边指的就是谢长廷 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结果呢隔贴台因为态度不佳 被记了两支申戒了 警察当然很不服很生气啊 闯红灯的是他怎么变成记过的是我呢 原来难道是因为他有行政院长当靠山吗 那就让大家回想到 是不是讲的就是谢维州呢 那么呢 这个谢维州的反应就是说呢 这个影像的叙述 毁人亲喻不道德 他当然是否认了 北市警局说啊 贴文的原警在2007年的时候 才调到台北市警察局 可是谢长廷明明就是2005年到2006年啊 是不是时间点有误呢 还是当过行政院长 永远是行政院长呢 好 Anyway 这个呢 谢长廷当然出来否认了 他说我们家没有豪车啊 所以呢 他说这是假消息 你们知道我真的是辛苦啊 告不胜告啊 提出证据 我下台道歉 否则我公事忙完再告 所以就一副懒得拎拎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北区服务处的执行长啊 就谢长廷就说啦 民进党的人啊 就说熟悉谢长廷的人就会知道 他们家怎么会有宾室车呢 所以9月6号的文章 又把宾室改成名车了啦 所以这个文章 他是不是记忆有点模糊跟错乱呢 也不得而知 2018年因为发生了苏启成事件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想不开而自杀 那么这个罗志强就劈泄说 你是鳄鱼的眼泪啊 哀告求偿百万 后来又判泄半数免赔啊 所以呢 谢长廷难道不硬起来 即刻的提告吗 陈天网是又在掀起 让谢长廷又陷入了 这样子的一个风波当中 不过呢 这个儿子呢 的确让谢长廷是有点头痛 所以呢 他也是非常短暂的昙花一现 曾经当过一届市议员 后来就离开了政坛了 好 最主要外界就是说 其实过去像是罗志强 只是批评了一个鳄鱼的眼泪 就哀告了 但这一次谢长廷怎么说 好像没有马上要来 以送指棒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小伙伴妹妹 我们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来看到的是新年长苏贞昌 他南下到屏东去试察养猪场 当场药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要多听听潘孟安的意见 还直言以后要换他做 我特别 一直借重 陈吉仲主委 不会让他离开 我也没有点名 说潘孟安 现场要接农委会主委 这番谈话 引起了很多的联想 难道要换掉陈吉仲吗 好 苏贞昌事后他解释说 不会让陈吉仲离开 但是似乎最近 因为苏贞昌的政策 是屡屡遭到了 英系立委的挑战 所以他是要当众 故意来敲打一下陈吉仲 因为他是小婴男孩 马高原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苏贞昌 一直都蛮挺陈吉仲 在过去很多政策上 你都可以发现说 苏贞昌对陈吉仲 也是战不绝口 所以我觉得 刚刚的那个场合 看得出来 因为他跟潘孟安 非常的熟视 所以他有点是半开玩笑说 这个以后 要换你来做 因为潘孟安的任期 也快要卸任了嘛 到2022 所以到时候可能内阁 是不是会改组 或局势会不会有变化 那也不一定 所以现在就是提早说 大家都对这个 毕竟农委会主委 可能屏东县长等等 是有相关 包括养猪产业 在屏东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 这些可能都是 苏贞昌院长 特别提到这一点的原因 但是我想短期内 内阁是不会改组 那未来的变化 可能还非常的多 所以后来苏贞昌院长 也特别又再出来说 否认 有策换成吉仲的打算 但是我想 未来的事情也不一定啦 那至少说在这个场面上 让大家半开玩笑 那有点互相拉抬 其实也是一团和气啦 感觉不出到什么 斗争或是火药味 所以你觉得感觉起来 其实是有开玩笑的性质 感觉起来大家现场是蛮开心的 但是外界当然会有不同的节目啦 那有时候 苏贞昌院长 会有点很快 很快